他说我不会做饭 这饭我也不会做 到现在我也不会做 这饭也不会做 咋糊涂 咋点糊涂 那咋咋吃饭呢 我从小去念书了 念书年到21 高中还是大学 念初中 初中蹲多少年呢 蹲多少年呢 你蹲 我这小学年十年 小学蹲一击 中学蹲一击 他读书他怎么没考出去呢 还是脑袋也不行 我勒得去 别人都要大学毕业了 你还蹲在初中 分发独强了 大爷大妈来相信 大爷就想找个老伴 能给整口肉饭 没想到高材生大妈学生 实在蹲了一击又一击 好不容易初中毕业做饭 这是至今还没学会 真是小母牛坐飞机 牛逼到天了 今天来相信的体大人 今年62岁 年入三万元 平房三间 哎呀我这都养十多年了 养十多年驴了 那可不 驴肉现在多少钱一斤呢 现在四十呗 现在驴肉都四十多块钱一斤了 嗯 牛肉贵 就像这两个小的 一个 就五千块钱一个 我卖六个三万 头十个天卖的 不是 那你这买着的 就是自己买那个小小杂 然后养了 还是说他们下养了 他们下养了 齐大爷是个朴实又能干的 快乐小小头 养驴大爷是专业的 大爷以前靠种地为生 收入甚微 奈何大爷成咬金败大吉 运气好 偶然发现养驴的商机 最开始就一个 没有车 整个小驴拉车 往地拉苗 你看这碗 挺好养啊 吃的你就是这个就行 倒了汤 这碗吃草的碗 你搭点料就行 其实你是来我位置了 要不得我上午四个点 下午四个 你呢 不花钱是 对了 那冬天咋整个 冬天有稻草 炸完了 买点料 最好养啊 虽说驴肉很吃钱 但也不是一般人能养得了的 必须得有十足的耐心 对付这群酱驴 硬碰硬绝那对是不行的 大爷说了 你得好男不跟驴斗 得哄着他 要不咋叫顺毛驴呢 俗话说的好 儿女才是父母这生最好的的作品 靠着养人 大爷把儿女抚养成人 尤其是优秀的老闺女 提起来 那是满脸的骄傲 还不忘抄摄像机前走两步 这得好好炫耀炫耀 提到优秀的闺女 大爷那真是哑巴 觉得黄金 心里说不出的欢欢 可是呢 想到与自己同甘共苦的老伴 大爷心疼的悲哄中来 老伴的勤俭持家 贤惠能干 让大爷至今都念念不忘 早前一上来地儿 究竟是到秋出点钱 对 你说还有儿子还要说媳妇 你说哪来钱工学生 我一心都没招啊 王家 要不就王家那个 更要不就 啥都完事了 走人呢 我说跟我俩窮的时候干过去了 刚刚相辅了 他走了 我怎么想去王家这个 看着我俩土啊 这个早 刚刚心要说相辅 对着我太好了 我心中他正经过去 那也得吸 刚刚大爷结婚呢 我就一个桌子 一个碗 两个碗 一个盆儿 跟着我受苦受累 这房子都是我王家盖的 他就给我搬砖 王家天天累 天天累 反正半年多也盖上了 那就相当于这个房子 是你俩一砖的吗 亲手 亲手盖的 哪块砖 他都摸过 曾经日子碎苦 可心里是甜的 回忆起曾经的过往 幸福时刻依旧历历在目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 一场突如其来的噩耗 打破了这个幸福小家的宁静 癌症 肝癌 说开刀也开不了 说干不上 大地方 像鸡蛋黄色的就两个 像是小米粒是大 全是 待会说一辈子了 回去我准备了 哎呀 我当时夸他就倒 那时候在五十 回来活了四个月 我劝了他 他劝了我 他说这样 你半分儿子打破盗 儿子还受加 你有相当的 你说也 我说我说呀 他说哪有你这样的 他说人在出 你找一个你出什么 有哪就好 姑姑坠地来人间 折腾不过三万天 拼死拼活去赚钱 一缕青烟到云端 老伴离开前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齐大爷 毕竟人走茶凉 活着的那个才是最痛苦的 虽然老伴劝他再找了 但大爷从来没动过这心思 随着儿女都成家立业 家里只剩下一个人时 大爷说那孤单寂寞的滋味是真难受 在找老伴 齐大爷也拿出了十足的诚意 要求很简单 老是本分过日子就行 不用你提钱 家里有多少都上交 这才叫娶老婆过日子 就找一个老是挖脚的 他能整跟我那十一十一日过日子就行 我到时候我钱 但暂时说话以后有两个全你把了 你说是啊咋就来 来就当家 钱你就客人花 我能说起我能养起他 咱说的比方 他要是先走了 我好多人把他 我要先走了 这些驴就全会回他 你看我得给他一个关的本 他跟我过一回 我要走了 他咋着呢 我这个心就是这么好 不得不说大爷有情有义 还真是个疑问 人生后半场才刚刚开始 等待你的是美好歇红 距离死亡 还远着呢 还是赶紧走起 踏上你的春天烈车吧 还是赶紧走起 不得不说大爷有情有义 还真是个疑问 人生后半场才刚刚开始 等待你的是美好歇红 距离死亡还远着呢 还是赶紧走起 踏上你的春天列车吧 王大妈今年55岁 年入2万元 没房 王大妈在镇上开了家服装店 几年前 因为丈夫出轨隔壁家的邻居 导致婚姻破裂 离婚后 吃住赚钱全都在这个店里解决 说到曾经那段失败的婚姻 大妈说一个巴掌呸不响 还是自己不够好 人家那日给我提出了三条 买医生呢 穿医生不好看 做饭不好吃 干活不能干 我提出三条 离婚的时候说 那离婚师给我提出三条 既然互不欣赏 那就各自安好 恢复单身的王大妈 这次乡亲也提出了 对另一半的要求 能疼我爱我的 说话能说坏都是去的 想竟然找一个账事的 一个重情重义 一个勤劳能干 绝佩啊 咱们就骑驴看张本 走着瞧 看看这俩人能不能擦出爱情的花火 真的大哥 往这赢赢啊 哎 往这赢赢 人家是在养老牛的 嗯 妈 那是啥 大姐 那我拿老牛 那是什么 那是牛吗 哎呦我天呐 大姐 你从小在农村长大的 咋还不如我呢 哎呀 你们 快一个好 快一个你好 哎妈 都活大半辈子了 驴马不分 小咖还能理解 驴牛不分 那绝对是个人才啊 这不是傻小子拉姐 胡扯吗 两人见面后 大一乐的笑容挂在脸上 就停不下来了 真是胸窝里栽牡丹 心花怒放啊 尤其是从大妈身上 大爷找到了死去老伴的影子 也挺好 跟我媳妇差不多 哪儿差不多啊 长样啊 是个头啊 身材也像啊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去世的老伴很单薄 是不是 就是瘦是不是 那那那那 大姐也是那种瘦流 对对对对 你觉得领定一丑 跟你去世的老伴还挺像的 嗯 我刚才还注意到一点 这下大姐一过来 赶紧上去去影就握手了 嗯 那就是第一眼 演员是想什么了呗 对对那心就动了 哦 心就动了 心就动了 心动啊 糟糕眼神多 打住 心弄得有点早哈大呀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人不可貌相 合不合适先唠唠再说 别狐狸咬气球 空欢喜一场啊 最大的这种卖多少钱一口 一万嘛这个 一万 小的呢 小的五千 那现在划了划了 咱家的驴棚里这些驴 一共值得多少钱 十六个呗 你算吗 十六个呗 一个大小平均狗 一个卖八千 是吧 那是多少钱 六个一个八千 十二万 对 十二万 嗯 王子俩不用多了 咱俩五年就多了 多大事了 五十五万 正好 咱俩差七岁 我要先走了 这帮驴棚这个呢 就够多了 大哥 刚见面咋就把 行啊 晚间就这么识味 咋就把自己烙没了呢 嗯 这刚见面 没事 大爷 有点操之过急了哈 这喜事还没办呢 后事还不着急上张城 没想到一进门 大妈又懵了 想住的是香黄啊 怎么能是香黄呢 那不是香黄吗 这个 这个太大房子 是啊 那不是香黄吗 这个是正方 不是 大姐 这是人家驴圈 谁说你 就是我懵了 大妈 反正是不是有点半天 云里翻近斗 不着实地啊 出门可别说是农村出来的 爹妈丢不起这人 可别跟这些丑了 赶紧进屋唠唠吧 丈夫是离婚的 是咋的 离婚的 用啥离的 人家出轨我也有责任 还是我不好 我要好人能出轨吗 我干活抹上 那就穿衣服不好看 那不是你不好 那是她的毛病 就我的媳妇她穿的不好看 我也说好看 别人媳妇再好看 不好看 没有我媳妇好看 你得这么说男的 你看她说的对 她说穿衣服不好看 穿衣服不好看 得分谁穿呢 她说你别人再穿好看 给我眼里也不好看 我媳妇穿的不好看 给我眼里也说好看 对不对 大哥一辈子没打托媳妇抄一样 没有 你这个地 她的干活抛妇产两孩子 气们不够用 我说你就在家 给我看家就行 就我自己干 从你来的东西孩子 不用她干活 然后吵架的时候得行行行的 你给我生辣好 给我生辣好 一个人大方咬 给大方姑娘 多好啊 这就是最大的功劳 最大的功劳啊 听到大战队以前的老婆 不仅欣赏孩子冷之热 大妈羡慕得不得了 前夫要是这么对咱 咱能离婚吗 还真说不定 不行老铁们继续听大妈给你闹 她说我不会做饭 这话我也不会做 到现在我不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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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会做咋糊涂 真不会做 现在我不会做 那你咋俩我也是 咋俩我 那咋俩咋起饭呢 我也不会做饭 你说我也做不好 你说我俩咋起饭呢 你这个是不是 我不挑长样 我也不挑个头 一个能够做饭 能看家 听到大妈不会做饭 大义心里彻底翻了个 真是包脚不做鞭子 闻不能闻舞不能舞 这不是驴尾巴吊棒吹 累赘吗 林烟献瑜 不如推而即往 要羡慕别人有个 知冷知热的好老公 自己也要努力和付出 不然就是扶不上墙的烂捏 一段长久的感情 靠的是相互的理解 包容和关爱 大妈说不会做饭 大义吃怀疑太多 不做饭 家里的娃怎么长大的 小儿也不会 你啥不行 我也做不好 你再做不好 那咋咋你说 咋生不够 看吧 拉着河上认清一下 找错人了吧 穿衣服不好看 干活墨迹 在大爷这里呢 都不适时 但是不会做饭 那绝对是万万不行的 刚才的烹人心动 也彻底破灭了 大哥刚才不只可甜了吗 又那个 也不用媳妇干活的 不是 你看活有媳妇 那放别 你说我那活不敢干 你放哪走 那我放 放了衣衫五里 回来干这 做饭 不行 最终 两人的相亲 终止与大妈的 不会做饭 劝大妈 还是应该学去做饭 就算不给另一半做饭 自己这张嘴也不能糊弄啊 学不会七分 三分走行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迪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明天见